请订阅邦港出声Youtube频道 按旁边的小钟仔 每次我们有新影片 你就会马上收到 今星期邦港出声编辑部视频第九集 想和大家探讨 独立身仇不独立 应为警队讨公道 上个星期和大家讲到香港公务员加身 应该按表现去评定就最合理了 期间还提及警队因应工作的特殊性质 因而有独立身仇表 省眼看这个机制 好像已经顾及了警队在执行职务时候的危险 但讽刺的是所谓独立身仇 其实并不独立 简单来说就是涂有虚名 纪律部队的身仇架构可以追溯到1988年的10月 的纪律部队身仇改革 当年英国内政部派 令委里组成委员会 检视各部队人员的工作压力 辛劳、资力、危险等因素后 肯定警队为政府的最终执法机关 并可以拥有独立的身级表和较高的身资 而按照这个身仇表的加身就是我们俗语所说的公务员人工 这亦有别于近利热议以每年薪酬趋势调查而调整人工的机制 其实除了上述两项 还有每三年一次的入职薪酬调查 每六年一次的薪酬水平调查 以及十年一检的纪律部队即是架构检讨 如果只是按照薪酬表来说 2018年政府纪律部队人员总工会事任主席姜世明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曾经说到 公务员普遍都有六年一度的薪酬水平调查 但相关的调查就不涵盖纪律部队了 即是纪律部队要调整薪酬表的人工 只可以等十年一次的即是架构检讨 要给公务员多成四年才可以调整基本的薪酬 这个已经是不公平的地方 姜世明更用纪律绩系和公务员文职来做比较 指出两者跳升点之间有差距 纪律部队人员的每一个跳升点是大概3% 但公务员的就是6% 近日有文职公务员引用回去年 即是2021年9月通过的 纪律部队即是架构检讨建议 批评警务人员的薪酬有调升 甚至搬出自己的高学历 批评执法者不值这么高人工地说 这个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因为纪律部队工作的危险程度 比其他工种大 尤其是警队用学历和生命危险做比较 绝对是不合理 更何况所谓的独立申请表 不要说警员要30年才去到顶身 十年一检 本质上并没有顾及到纪律部队的感受 这样是对不住用血汗来维持香港治安的执法者 进一步而言 每年的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 对纪律部队来说也不公道 就用今年的5月18号出楼的结果做例子 调查范围根据统计处九大行业 委员会以111间本港营运稳健公司 所提交的资料用来做薪酬的分析 对一般的公务员来说 当然并没有问题 但绑线纪律部队去计数 就不合逻辑了 就以警队来说 试问社会有什么公司 他们的工作性质是与警队相近的呢 明知是没有 用来做薪酬数据参考 根本就是鸿无道理的 其实素来有窗疫 警队应该校法司法人员 设立独立薪酬委员会 以示对执法者的尊重 和令薪酬调整机制更加公道 看法司法人员的人工调整 是由司法人员身奉及服务条件上务委员会作出建议的 所以司法人员并没有立入公务员的薪酬趋势调查里面 原因之一相信是 监于司法机构独立运作 性质独特 和要挽留人才有关 市民警队工作是不够独特吗 还是香港不需要人才去捍卫治安 所以就不肯设独立薪酬委员会给警队 司法机构的地位要肯定 同样执法机构的地位也都应该要肯定 2019年黑暴以来警队被受针对攻击 当年12月立法会商讨公务员加身的时候 反对派阵营刻意刁拦 声称要分拆警队出来讨论 目的就是想借机会令警队加身不理想 但当政棍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执法者的处境呢 他们不单只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振暴 自身之外还要担心家人的安全 怕他们被暴徒袭击 还未计一家的私隐被人公诛于世 请问社会上有什么工种 是要面对这种困境的呢 政者 政也 政治讲的是正直 但这几年的情况 警队已经值得有独立薪酬委员会 这个说法并不是要优待警队 又或者是要派酬庸 而是因为现行的机制 无论在独立新级表 或是每年的人工调整 既不公平也不公道 作为守护香港最后一条防线的警队 难道连土公道的卑微要求 都要被漠视? 今集讲到这么多 下个星期再见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帮港出声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